耳闻泛音清流 眼观禅画妙境 体会格言义趣 验证生活授意 字字流露自信 聚聚智慧结晶 进入自我正觉 悟出人生真理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欢迎收听老人言 常言道 物有抱本之心 人有思祖之情 敬祖孝亲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每逢清明冬至和春节 我们都会祭祀祖先 尊义先人 然而 我们为什么要祭祀祖先呢 让我们端心正念 一起聆听 今天的答疑解惑 为什么要祭祖祖先 为什么要祭祀祖先 让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养成一个厚道的心 养成一个孝顺的心 养成一个感恩的心 祭祀祖先是知恩报恩 祭祖是为了报本凡事 免怀祖德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就是孝道 另一个就是剃道 敬 孝、敬这两个字 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 孝这个字是会议 上面一半是老字 下面一半是子 表示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过去无始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未来无中 无始无终是一个整体 祭祖 是表达对祖先的孝敬 感恩与怀念 是不忘根本 饮水思源 知恩报恩的 高尚德性的具体表现 对于千百年 对于千百年的祖先 尚且念念不忘 感恩戴德 对于眼前的父母 与师长 哪有不孝敬的道理 为什么提倡孝道 孝是世出世间 一切善法的根 要把这个根 要把这个根培植好 从小就要教 有孝 从孝当中 演出来的是敬 自自然然 成敬心就现前 对老师真诚 真诚的恭敬 孝对父母 敬对老师 然后 把他发扬光大 对待一切众生 跟我父母年龄 差不多的 以孝来对待他 跟我老师年龄 差不多的 用敬来对待他 对待长辈 对待老人 要孝敬 人人都懂得孝敬 这个社会 多么美好 多么祥和 孝与敬 不但是 人伦的根本 而且 是各个宗教神圣 是诸佛如来 大道的根基 不孝父母 不敬师长 即使孔子 释迦牟尼佛来教 你都不会有所成就 你修的善法再多 都是虚假的 不是真实的 所以 不能成就你的德行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根 没有本 没有了根本 就像花瓶里面 开的花一样 看起来很美 两三天 就凋谢枯死 所以 真正 想成就 圣贤君子 一定要从 孝敬的根本 修起 祭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 祭祖是家庭 家族 以及国家 在弘扬孝道文化时 非常重要的一种 教育活动 借由 缅怀祖先 我们得以回顾 自己的根源 体会到 历代仙人们 对于我们的爱 与期盼 要记住 祖宗的恩德 要发扬光大 这个 才真正有意义 祭祖 祭神 都要非常严肃 那不是开玩笑 不是热闹 不是唱戏表演 要很严肃 祭神 如神在 好比祖宗 在面前 这个 才真正有意义 祭祀 是一堂功课 要这样来做 故事后 祭祀 是世间第一桩大事 没有比这个 更重要的了 祭祀的目的是 慎中追远 它的效果 是民德归后 培养社会 非常朴实厚道的风气 人心真诚 厚道 这个社会 咱们会 咱们会不祥和 祖德浩荡 福壁无疆 宫虽有尽 历远迷光 今天的老人言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